大家好 早安了大家 我現在已經去到機場了 然後check in了 現在吃早餐 但我睡得很硬 昨晚在Pose上Facebook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 晚上1點多 早點睡覺 因為翌日早起 之後我沒有睡覺 我睡不著 完全睡不著 然後因為很餓 然後我凌晨4點多 凌晨4點多的時候 起床吃了杯麵 之後吃完都已經5點 然後就算了不睡 然後來到機場我又吃東西 現在我的樣子是 好像歐敷了 現在我的樣子是超精神 超難睡 而且每個人都幾個小的外套 我已經帶了一件厚厚厚的外套 真的厚厚的外套 很暖 但我現在進來機場裡 就一點都不覺得冷 就很熱了 那件外套還要脫 除了一件外套 前幾天看天文台說 台灣接下來幾天都要下雨 其實我寧願去冷也不要下雨 因為下雨很麻煩 下雨你又要買東西 買東西又抽一袋二袋 然後你又要戴傘 真的很麻煩 但我真的不想穿雨衣 我穿了雨衣之後 很難拍照 不漂亮的 所以我希望她不要太大雨 她現在來到台灣 先跟大家說話 現在先吃早餐 很難睡 現在是很難睡 吃了 來到我們的酒店 讓大家看看 其實這裡很大 然後床很大 然後我看中間這裡 還有這張化妝桌 是很大的 然後地上有一張椅子 但其實這裡有一張沙發椅 你可以搬過去 然後還有這張窗 這張窗 真的 開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不到的東西 是因為現在下雨 外面 外面真的下雨 也挺大雨 就是這樣 然後 給大家看看 對 房間是比較適合 你走看 但我覺得它很乾淨 而且地方很大 很大 我覺得 不會有那些 很擠迫的感覺 然後來到這裡 再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 廁所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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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我 會選這間 是因為廁所 主要是 給大家看看 這裡 這裡 然後給大家看看 這裡 就是一個 站在那裡洗澡的 對嗎 然後這個門 的後面 就是去拖禮的 對 就是去拖禮的 它是分開獨立的 然後 然後 來到這邊 好像是三五神 對 然後來到這一邊 就是浴缸 真的 超棒的 這個浴缸 給大家看看 它還要是 雙人浴缸 還要按摩浴缸 超棒的 然後還有電視 真的超棒的 看 然後它全部按摩的 是雙人的 真的 我覺得這個浴缸 但現在因為外面 下雨 所以很難讓大家看到 我還買了泡泡肉 來浸浴 對 然後還有 這個鏡 因為下雨 所以我們一定要買傘 對 然後 看看這裡 有鏡 對 就是這樣 真的可以的 它的東西都很齊 大家看看 還有很齊膩 然後整個廁所是很大 大家看看 真的很闊 很闊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這一張床 這張床真的超大 是一個 Teen size的雙人床 不是普通的雙人床 是一個 8呎 6呎的雙人床 超大 真的超大 神經病 我想四個人都睡到 真的四個人都睡到 超大 OK 我真的滿意這間房 而且它夠光晚 我住酒店 我喜歡它光晚 而且要夠闊 我不喜歡那種 壓迫感的房 所以這個 是適合我的 心水 正 台灣的阿中年鮮 真的很好吃 不過真的很好吃 挺好吃 今天我才發現 原來這裡是有蒸氣肉 即是有桑拿房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裡 就是這個按鈕 它就是扭時間 即是5分鐘 或者30分鐘 然後幾分鐘之後 這個 這個不是棋桿 棋桿這個位置 就有蒸氣了 看看 看看 有蒸氣出來了 這裡 這裡 看到煙了 我現在還沒關門 看看 現在開始蒙了 鏡頭 當然 你蒸的時候 要關門 但現在我開著門 拍給大家看 超棒的 大煙到 完全看不到其他東西 耶 真的很棒 好了 現在我先關門 因為我想開給 現在關門 是想開給大家看一看 嘩 現在很大煙 我現在吃東西了 然後剛才拍給了一些照片 大家看看 看看我吃什麼 我就是吃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剛才那個 大家看到的拌麵 它表面是肉醋 然後麵呢 就是那個 它好像叫做 嗯 它叫響福麵 它叫響福麵 但我不知道什麼叫響福麵 然後就拌了一些肉醋 讓我試一下好不好吃 很辣的 嗯 有點辣的 對 有點辣的 但從這樣看的顏色 也不覺得它應該是辣的 我不知道 我叫之前不知道它的辣 但我喜歡吃辣的 我們吃這間餐 嗯 哎呀我掉了 我們吃這間餐 叫做 名字叫黑白切 給你指金的麥 這間餐叫黑白切 機擺車 對 它的名字是這樣 它在我酒店附近 就是我住的酒店附近 我現在出來之前 想吃了一點點東西 所以就在那裡吃 那我試一下 吃這個麵好像不錯 嗯 很好吃 然後剛才拍的豬手 都蠻大的 它這裡的食物都蠻有趣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店都是這樣 還是怎樣 它的麵就是有張單 就像這個一樣 有張單 給你去刷 刷你要什麼 什麼東西吃 什麼麵應該是刷 然後 之後 這些一碟碟的豬手 豬耳那些 在外面放在這裡 就自己拿來吃 然後這個呢 哎呀 這個就是那個豬手 它說好吃的 那我就來試一下 嗯 雖然我這塊是整塊都是皮皮的 但它吃起來不會脫肥的 你覺得是挺硬硬硬的 都可以 硬硬還可以 豬耳 豬耳也是我平常喜歡吃的東西 所以看到我也想吃 嗯 然後豬耳的那碟 有換了什麼 豆腐乾 是不是 豆腐乾 這個是豆腐乾 豬耳 我覺得這一碟 是豬耳那一碟 給大家看看 豬耳 然後呢 豬耳和豆腐乾 這一碟呢 它有點像 滷水 是OK的 味道 不會太濃 也不會太淡 正常的滷水味 然後呢 看看這個 嗯 豬粉腸 是不是叫豬粉腸 對了 豬粉腸 然後看到我想吃 因為我平常很喜歡吃豬粉腸 我喜歡吃 我喜歡吃 我們現在醬油膏 剛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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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拍攝 然後我老公要拿醬油那些 我老公不太懂普通話 所以他不知道怎麼說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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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豬香腸 我平常呢 是很喜歡吃 豬粉腸粥 是我自己煮的 然後 豬粉腸粥 我就很喜歡吃 然後還有呢 之後還有呢 就是 哈囉 現在你們買單一下 好 我們是260 好 謝謝 他們不知道是不是呢 可能下午呢 可能下午呢 要 那些叫什麼 放飯 即是收飯 那些 所以他要先收錢 我剛才這裡這麼多小吃 兩個麵呢 都是 260元台幣 真的很便宜 然後呢 還沒說完 為什麼豬粉腸 說這麼久呢 那個豬粉腸呢 我平常還要打火鍋 我一定要 吃的東西來的 因為我有打火鍋呢 我是很喜歡 這個豬粉腸來吃的 超好吃的 我覺得OK的 你覺得好嗎 好吃嗎 好吃嗎 這個醬 這個醬 哦 有一個醬呢 就這樣看下去 好像醬油一樣的 但我比醬油稠一點 但它也是很稀的 沒有蠔油這麼稀 還稀了蠔油 但它吃起來是甜的 不錯的 有點像甜醬 但又沒有甜醬 那麼濃 它蘸豬手的 好像OK 我覺得OK的 真的不錯 因為呢 台灣有很多地道的食物 我覺得台灣的地道食物很好吃 又便宜 不知道是不是呢 因為香港沒什麼地道的食物 所以呢 香港的食物其實很麻麻 我覺得買得來又貴 香港的食物 雞肉 下個禮拜 就是香港的食物 可不得了 下個禮拜 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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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대pas 很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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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裡面是一個洞 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裡面是空的 你叫什麼 它叫地瓜球 就是番薯 但是好吃 炸到很脆很脆很脆 吃起來是甜甜的 就是番薯 台灣人是叫地瓜 但是番薯 很脆 吃起來 剛才買的魷魚 那是火焰燒魷魚嗎 超大隻的 一隻一份 然後他們幫我們已經剪好了 剪掉了 三十多元 三十多元 那個魷魚這麼大隻 人家很大隻 看看 吃起來 他說叫火焰燒 這魷魚 不辣的 他拿的醬是甜甜的 還有 這魷魚 不知道是不是燒很久的 很快就燒不一隻 吃起來 咬下去是很脆的 好像有醬汁一樣 很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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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平時 就不是很好吃這個魷魚 我對魷魚是媽媽喜好 但我老公說他要吃 因為他都OK 喜歡吃的 還有家庭我覺得OK 因為他真的有多汁 咬下去好像有些鮮味 平時香港的魷魚 我覺得是乾真真 跟韻韻韻韻韻韻 我就媽媽喜歡吃 香港的不是叫韻韻韻韻 是很硬很硬的 我真的媽媽去吃 一杯的喝 我突然買了一杯 這是什麼 他們喝了一杯 這是什麼 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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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檸檬汁 我問他店裡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他說他們 自己店裡做的 叫什麼 航天凍 我不知道航天凍是什麼 不過他說類似 好像啫喱的物體 好像椰果 他說是他們自己做的 我不是叫過的 所以我就叫 加了 航天凍是一粒粒的 試試看 真的好像啫喱一樣 但因為 我是蜂蜜檸檬 檸檬是酸酸的 所以我吃不到 航天凍的原味是什麼 但我吃到啫喱的樣子 嗯 還不錯 不會太甜 我喜歡喝的檸檬食物 不會太甜 有吃東西 給大家看看 老肉飯 這個 來台灣一定會吃老肉飯 我先試一下 這個 來台灣一定要吃 沒可能不吃老肉飯 這個 叫什麼 雞肉飯 即是雞絲 我沒吃過 之前我來過台灣 但我沒吃過 但沒吃過雞絲 所以想試一下 先試一下 這個 這個 是比較鹹 沒什麼甜味 但也挺好吃的 嗯 好了 我們先吃東西 嗯 好 好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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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鑽 吃 吃 吃 observation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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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侧面はたまの音楽です。 最近は国外と行っていないかのソースが来て、 普通のものを送って来て、 日本の業務を 한다時代で、 日本の都商駅派が来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 日本の都商駅派が来るから、 日本の街路から裏述としてもいいです。 日本の街路か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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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有多少呢 一百這樣 這樣 哇 要很多 一百可以了 一百 謝謝 多啊 我又買了東西回酒店吃了 剛才已經在夜市吃了很多東西 然後呢 但是呢 我覺得回到酒店會無聊 又會餓 所以又買了東西回酒店吃 然後這個 很大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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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 這個是胡椒餅 胡椒餅 很大塊 很大塊 吃一口 但是現在冷了 嗯 嗯 嗯 冷了之後很硬啊 嗯 冷了就沒那麼好吃了 這個胡椒餅 要太熱才好吃啊 剛才慢慢咬它 現在有點硬 然後呢 剛才買了這個 買了這個 即炒的 炒栗子 嗯 我去到也不是看著它即炒的 它已經炒定了一袋一袋 放在這裡 最可能賣完這一堆之後 它才會再炒 對 整袋都是 一袋都是台幣100元 好多 驚多 嗯 看 上面也有栗子 咦 拍一顆吃一下 為什麼我開不到的 嚇一下 看看 看看 可不可以吃先 每次我都喜歡吃律師的 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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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咬爛了 哇 香港那些呢 有些炒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是硬的嘛 也有一些是軟的 但是偏硬 多一點 然後 甜不甜呢 都是 不是汁 都甜的嘛 有些還要臭的 但是這個呢 是超級甜 而且 超級軟 好吃 真的好吃 好吃 我剝爛了 好吃啊 嘩 早前買多一點 真的好吃 還有這個 我買了水果 給大家猜一下 我怎麼買水果 這個 巴洛 對 買了巴洛 然後呢 買了菠蘿 這兩人都是我喜歡吃的水果 所以呢 就買了它 嘗 嘗嘗 嗯 巴洛真的很好吃啊 但是我老公呢 是覺得巴洛呢 是臭的 它呢 它是不會吃的 它呢 然後呢 菠蘿 太美味了 但是 很好吃 很多汁啊 很多汁啊 但是好吃 好吃 但是好吃 不過沒辦法 去旅行呢 就是這樣啦 吃吃吃 買買買買買 沒有其他東西做的 原本呢 也有幾個拍照 但是呢 我來了兩天 今天第二晚了 已經 兩天呢 24小時不停下雨 所以我沒有什麼 拍到照的 然後拍攝食的影片呢 我也是 有拍到一些 但又沒有拍到一些 這樣 因為呢 你想想24小時下雨 然後呢 我又要 又有賣東西的 又有購物的 又抽著一袋二袋的 手信 或者我買了一些衣服 總之抽了很多東西 然後呢 還要 每人拿著一把傘 就是我老公也拿著一把 我也拿著一把 因為它有時候呢 那些雨呢 是大是小的 所以呢 一定要分開兩把傘 然後呢 如果我真的要拍Vlog片的話呢 就是拍我吃東西 購物的那些影片呢 很難 因為抽了很多東西 加上一把傘 才麻煩 然後還要拿著一把相機 如果我拿著一把相機 我又怕我的相機會弄濕 加上 你知道台灣真的很多人 我又怕它會被人撞掉 撞掉我的相機 因為太多東西 這樣 這裡 然後還要抽著一袋二袋 所以變了 有些影片呢 就是雨沒那麼大的時候 或者有些有遮瑕的時候 我就有拍到 但有很多都沒有拍到的 因為我真的拍不到 例如街邊小食 如果真的下雨 真的拍不到的 我是盡量去拍的 但是 大家都應該看到 我吃了很多東西 雖然拍那些吃東西的影片 都拍了一半 有一大部沒有拍到 但也看到我吃了很多東西 超多東西 但真的挺開心的 即是繼續吃東西了 不行 回到酒店 一定要吃東西 因為是 口侯的 但我現在要去沖浪 不是 我現在是先吃一點 然後呢 就是去沖浪 嗯 摸到幾顆 嗯 但是呢 不知道是沖浪的關係呢 我這次可能 很難摸到它圓粒的 咦 其實我現在很硬 很累 突然要洗澡 對了 前些再說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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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